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美门的官方频道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认识 我们李凤山师傅除了教授 平甩弓跟太极拳之外呢 还有一项非常厉害的功夫 就是素食的烹饪化养之道 那今天的新节目 就叫功夫主厨到你家 那我们有请温博 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素食养生料理 主持人好 温博你好 今天要带来带给大家什么好吃的素食料理 今天带来非常好吃的酱烧天贝 天贝听说现在很有名 天贝不仅有名 而且它很营养 它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 尤其是补充蛋白质这方面 对啊有人说常常说 我们素食蛋白质会补充的不够 这时候多吃点黄豆的制品都会很棒 对因为它这个天贝 它其实来自是印尼跟越南 这些地区的一个主食 它因为它这个 它用天然的黄豆去酿造 对去发酵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也对身体非常好 是素食者的一个盛品 对啊 他们说有高蛋白质啊 低油脂低胆固醇 所以非常的营养又好吸收 因为它发酵过 是 那请温博来介绍一下 我们酱烧天贝会用到哪些食材呢 第一个是天贝 是 然后过来这个是碧玉笋 红甜椒跟黄甜椒 还有这个我们的老姜 那嫩姜也可以用 我们来看看我们温厨大显身手了 好 那首先我们先切姜 那姜我们建议大家切湿 因为很多人在爆姜的时候喜欢切片 那个人这边比较建议它是切湿 因为切湿它比较容易入口 我们建议这个姜我们切细丝就可以了 是 温博这个刀工也是师傅训练出来的 对这个切细丝 等下我们在煸的时候它的时间比较短 因为你切片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 厨房就比较不会有厨余 对 那大家可以把所有食材都吃完 所以它姜的味道更容易很快的就把它煮出来 而且姜其实对身体蛮好的 就一般吃素它身体上偏寒 所以当有这些姜的时候 可以帮助身体的营养属性的平衡 对 没错 是 那第一个我们来切这个红黄填胶 那这红黄填胶其实是也 颜色也蛮好看的 所以大概整个摄像位上面 它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那我们先来切这个红黄填胶 而且师傅常说 吃素要吃的均衡 可以从很简单的方式做手 就是尽量的食材有各种颜色 五色均衡照顾你的五脏六腑 是的 对 那这个红黄填胶 它其实是它 大为跟各位介绍 因为只要是胶类 它的表皮 都会有一个胶质 它比较不容易被烧透 那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再炒的时候 它有一个方法 等一下再跟各位做一个描述 对 是 那过来我们切黄填胶 是 那一样 这个很轻松 先把这个地头去掉 所以我红黄填胶只是为了颜色好看吗 那因为它是甜椒嘛 对 甜椒才会甜嘛 那其实你如果说 不喜欢吃胶类味道 有些人要不喜欢吃胶类 或者是它 对胶类它过敏 它也可以用 红萝卜代替 对 红萝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 是 是 那这两个东西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它 是属于同样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 它的 熟的时间也是一样 所以它可以两个空 切完之后可以放在一起 对 像刚刚主厨都很强调火火很重要 是 是不是师傅有强调给你一些秘诀 说我们素食要怎么吃才吃的养生 肯定是秘诀 师傅给我们一个烹饪的秘诀 就是说 师傅说食物要透 要软 那就是说 要熟 对不对 熟透软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B1 B1它这个跟一般外面这个蒜很像 对 那它这个类似一般外面蒜 可是它没有蒜的味道 它是笋类 它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是配色 而且它的口感就很像蒜 就增加我们整个食物的程式跟口感 那跟各位讲一下这个B1 B1跟切蒜苗一样 我们是斜切 我们斜切 斜切 是 大概这样亮度差不多了 斜切是让它味道更容易出来吗 还是 斜切是它的 因为它斜切 它就是 第一个是它的味道比较容易出来 而且比较容易入味 嗯 而且就是 在我们摇合的时候 它有帮助我们摇合比较方便 那最后我们来切这个天背 一般天背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属于这种比较扁平的 那一种另外一种是一圈一圈圆的 圆的那种 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 这种扁平的 那对耳的切法它会比较方便 对 而且我看大厨是选用非基因改黄豆制作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因为你如果常常吃基改东西 它会破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对 那我们把它切成小丁 对 对 先片一半 好 再我们切成小丁 那这个天背它比较容易散掉 所以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然很容易它就变成粉 那个比较碎碎的一个状态 对 那我们就开始来炒了 哇 那首先我们这锅子我们热锅热油 把这锅热完之后我们再加油 那油的选用大家可以用熟悉的一些油品 那重点是油它是干净的无污染的 对 对 对 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天背一般不要建议各位用炸的方式 因为炸它比较容易外酥内软 而且它比较容易把那个豆 天背的香味把它萃取出来 那因为一般家庭主他不太喜欢炸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用半煎炸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 那所以我们这油热了之后呢 好 我们就下去 小火吗还是大火一点 中火就可以了 对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电汁乳是火力稍微小一点 所以可能需要再花点时间 对 是 那这个天背要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就是煎到它大概表皮有那个金黄的颜色 有点淡淡的咖啡颜色就可以了 就是它表皮有点酥脆 是 然后我们煎完或炸完之后 再把它另外用一个锅子把它盛起来 因为它这个豆类它会有一个黄豆的一个生味 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煎过或是炸过 把它一些生味把它去除掉 是 也像刚刚有主厨提醒的就是 对 师傅教的不熟不实不透不实的概念 是 对 那因为基本上这个黄豆它是已经熟的制品 所以基本上它你稍微烹起来它就可以吃 就看每个人它的口感还有味道的喜好 是 那因为大家不太喜欢油烟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半煎炸的方式 那你看 稍微煎一下 可能 稍微煎一下可能不太够 要煎到它表皮有点酥酥脆脆的 这样才比较好吃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它味道开始也转变了 你闻到这个香味 闻到这个黄豆的香味 闻到这个黄豆的香味 没有很香 很香黄豆的香味出来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 表皮有点就是金黄酥脆的感觉 对 这个动作很重要 因为它我们今天这道菜的主角是这个天杯 所以它的天杯它一定要炒到一个 一个程度 所以你如果说稍微炒一下 它的香味还会在 那其实这个天杯你做完之后 其实你也可以放在 放在那个 一个小的 玻璃的那个保鲜盒里面 对那你可以拿去冷冻 如果有一个意思多做一点 那也像 佳因族它要带便当 这个也很好 一次可以多煮一点 一次多做一点 然后再把它冷冻起来 对那你 你煮好之后 把它分装在保鲜盒里面 然后放冷冻 你要吃的时候 你再加热一下 稍微加热一下 它就可以 像也很方便 是 是 好那我们这个天杯也炸得差不多了 是 好我们先把它盛出来 对 我们先把它盛出来 哇很香耶 对很香好 那过来我们要 我们要这个 煸这个老姜 好那各位 其实你家里有嫩姜也可以 我们刚刚这边有很多油 我们现在加点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对 稍微加点油 好弄点老姜 老姜 是 好 那我们要煸这个老姜的时候 要煸到什么程度 煸到它的表皮 然后有点就是 焦黄焦黄的颜色 对它整个水分脱干 对这样它整个味道才会萃取出来 对 那这老姜煸完之后 我们再加一个红黄甜椒 对 这个配色就比较好看 对 红色加黄色 是 好 下来之后呢 好 对 这个你要说 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对啊 你要炒到它 整个变软 变软之后 再下 我们待会再下那个 天背 师傅在带给我们老姜 观念非常的不一样 对 以前我们去外面吃个草青菜 你都觉得要清清脆脆的才是 营养成分好像很高啊 对 或者是觉得要吃那个鲜味啊 对 但是好像是不一样 是 尤其它这个焦类 只要是 你听到这些所有焦类 含这个番茄 大家看到这个番茄 它表皮都有一层薄膜 这个薄膜 这个薄膜其实不容易吸收 所以我们要利用油温去把它破坏到表皮的结构 这样才有利于人体吸收 对啊 所以这个 像我们在炒红旺天椒的时候 时间要稍微拉长一点 我们来破坏到表皮的一个结构 对 每一门吃到的蔬 你都会觉得 怎么 除了是熟之外 也是软软的 因为它好吸收好消化 对 对你的肠胃不会有负担啊 好那我们这个红旺天椒炒软之后 那我们过来放什么呢 对 放这个叫碧玉筍 对 碧玉筍它其实它很容易熟透 嗯 那其实有时候甚至你可以炒天背炒完之后 再放也都没关系 嗯 是 好过来我们放天背 好整个天背下下来 好 好 水少干就可以了 好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颜色 五颜六色都有 对 好这个我们炒热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下一点调味料 首先我们加酱油 好 酱有一些 那 那其实我们这个调味 调味的东西其实是依照每个人的口感跟需求 去自由增减 是 那通常酱油是调汤的酱色 因为它现在有一个酱油的香味 对 今天像大厨你切一整块我们可以做到三四人份 这个不止 不止 这个可以到五个人的 对 好酱完之后呢 好我们要加 我们再加一个调味料 这个叫做甜面酱 甜面酱 那甜面酱我们先把可以把菜拨到旁边 所有的酱要一定要经过炒制 让它整个酱香跑出来 我们一点酱一点酱油 不要淋在湿在上面 不要直接在湿在上面 不要直接在湿在上面 我们要经过锅子的锅子的油去热 去煸它 对 再一点 好 所以它这个甜面酱它已经有它的甜味了 也有它的那个 咸味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先让它炒一下 让它整个味道出来 变变炒一下 对把它炒香炒熟来 对 再把它和在一起 对 所以你看喔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有酱油 已经有咸度了 再加上这个甜面酱 它基本上咸度已经够了 对 咸度 甜度都有了 而且你要注意看它们整个颜色 它不要让它太黑 不然你应该说你在做黑暗料理 对 好整个和匀之后呢 好 好 外面加一点糖 这个糖这个也是属于调味的一种 对 我们点点糖 好 那这个糖 其实我们今天用糖是特别炒过的 用二砂去炒过的 所以它特别香 对 对 这样用二砂去炒糖 有什么好处啊 是 二砂炒糖它就可以让整个糖的它的 香味更凝聚 而且它更容易保存 它不会潮湿 而且它因为它经过炒过之后 它 所以剩里一些 一些 不能直接吸收糖的人 它更方便它吸收 对 所以师傅常讲烹饪化氧 这个化字很重要 是 透过烹饪让它食物更好吸收 更好消化 对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加点水去焖一下 让它整个受的味道可以 可以融合 对 最后还要再焖一下 让它更透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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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盖子 焖我们大概 通常我们大概焖个十分钟 这个焖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焖 焖它 让它整个所有食物的味道 所有食材 包括食材味道 还有整个调味道 它在里面做一个融合 那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 你也不要十分钟你再开锅 中间你要稍微翻动一下 那师傅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把它分子化 它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然后在里面一直运化 因为现在也有报导指出 一个食物吃进去 45分钟内化不掉 就累积在体内 是 而且我们刚刚那个焦 你要焖 把那个焖的动作 让它整个食物在里面 回流再回流 这师傅说的 所以它 当它我们焖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那个焦就会透 那这时候刚好也可以来练习 李凤山师傅的拼甩功 对 这个各位有练过吗 我们每次做菜的时候 就不忘记要锻炼 是是是是 我们在厨房就是说 早上 要去厨房以前 要先练功 练完工 大家互相打打气 加加油之后 然后把心中所有的烦恼 大家 透过练功把它化解掉 然后再到厨房里面去做菜 对 把自己的身心灵都准备好了 做一顿美味的加油 给大家吃的健康又养生 对 对 对那其实也顺便告诉大家 一个菜怎么好吃 你看为什么 大家都会有说 有妈妈的味道 因为妈妈她在做菜的时候 她一心一意是为了她 让她的小朋友 或她的小孩子 家人 她的家人 然后吃的健康 然后吃的开心 所以她整个投注的意念 是好的 是良善的 她不是她没有愿意 所以通常你做一道菜 你的心境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餐厅 我们所有的食用事节 都会希望客人吃的健康 吃的安心 对 所以这是我们思维症 知道厉害的地方 吃的时候 连心境都要把自己准备好 对对对对 不要有太多急需的波动 是的 好那我们时间十分钟到了 哇 看一下 对 更香 没有很香 感觉一定都想要乘一碗白饭来吃 对 好 那看这个样子已经差不多了 那各位可以依照各位的食欲 这个你可以当下酒菜吃 也可以当配饭吃 对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盛出锅子来 很香耶 对很香 好那我们这道菜就OK了 好香喔 好 começou 好 好 好的 我们接览个来